大家好,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德國甲組聯賽週六凌晨再營各組 到時RB來比錫將會主營史特加 M直播到時將會有本場賽事現場直播 RB來比錫首輪意外遭遇開門黑 眾將士難免心有不憤 考慮到球隊手握足夠的對賽優勢 禁將主場出擊 RB來比錫有力全取3分 可能在德國超級杯上擊敗敗人 斬莫賽季手冠 令萊比錫被勝利衝分頭腦 球隊首輪作客利華古信 防線專注到明顯不足 被對手攻入3球 同時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出 隊長古拉斯的重要性 上輪因傷缺席本輪依然 值得開心的是 丹尼奧莫至德國超級杯上大 沒有上後 上輪在球隊落後2球時 再度挺身而出攻入1球 近兩場正式賽事合共攻入4球的他 無疑是萊比錫目前進攻方面的倚仗 需要指出的是 雖然RB萊比錫和史特加首輪戰果一黑一紅 但這並非雙方實力上的展現 要知道 RB萊比錫最近五季聯賽戰績最差的一季 都排名在第四 而史特加近兩季都只不過是保祖分子 同時前者目前主營後者能錄得五連勝 其中得失球比為11比1 來比錫金將主長爺邦根本不成問題 陣容方面 還有艾瑪爾·希達拉等人因傷缺陣 上季驚險完成保祖的史特加優賽奇痛定思痛 買斷了上季頭號得分手石路古拉斯 一舉簽下鄭優盈J米路斯維 並租了A勞拔 三線方面可謂是得到一定的補強 積極保強在球隊近期的表現中得到了正面的反應 最近六場的看賽事史特加大獲全勝 其中每場都能攻入兩球或以上 且有五場後防線能保持零失球 石路古拉斯和斯拉斯卡湯帕密魂帕等人 困有不俗的演出 但需要治癒的是 史特加上季得甲17輪作客僅僅贏了兩場 球隊總體現而並非是一支擅長作客的隊伍 除此之外 史特加交手來比錫環面臨極大的心理壓力 畢竟2017年至今 雙方一共交手過10次 而史特加僅僅錄得兩和八苦 當中進攻方面 合共指有3個入球 多達7場食彈 史特加此行恐怕難以克服心魔 陣容方面 中場L烏迪志和前鋒丹尼斯安達夫 等人一相免疫 多謝收聽 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片